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时隔两年后 台湾花莲今早7点58分 地牛再度翻身 截至下午4点半 这场天灾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 821人受伤 台湾中央气象署通报 这起地震达到了李氏7.2级 余震次数将近60次 这也是宝岛在921大地震发生的 25年后最强的一次地震 不仅全台 都能够感受到震感 灾区建筑物更出现 倾斜45度的危险情况 而在台北等等多个地区 也感受到了至少一分钟的剧烈摇晃 早上7点58分 遭受李氏7.2级的 地牛大翻身大地震之后 镇中区花莲的一些建筑物 已经东倒西歪 其中一栋楼的底层 更因为挡不住剧烈的摇晃 在地震中坍塌下陷 整栋建筑物呈现倾斜状态 灾难当前 人们展现互助的精神 在消整人员到来之前 民众已经自动自发 营救受困在建筑物内的灾民 希望挽救更多生命 将伤害降到最低 由于余震不断 其中两次的规模更达到李氏6级以上 当局也立即紧急疏散民众 但救人英雄则冒着危险 履行他们的职责 搜救队伍赶到现场之后 就努力争取每一分每一秒 协助困在倾斜建筑物里头的人们 赶紧从窗口爬出来 除了花莲 全台都能感受到震感 其中台北市感到剧烈摇晃 至少一分钟 画面可见 地震后的街道布满一大片的瓦力堆 消整单位也为了民众的安全 拉起了封锁线 台湾中央社报道 这是宝岛自1999年921大地震以来 发生最严重的一次强震 台湾气象署同一时间 也发出了海啸警报 除了中国沿海地区有感之外 日本和菲律宾也先后发布了海啸警报 以及建议海边地区的民众撤离 而中国方面则指出 将密切关注灾情和后续情况 愿意提供救灾协助 面对这一次的地纽大翻身 有研究表明 这是由台湾造山运动 造成板块运动的能量释放 和琉球海沟有关 因此李氏七级的地震是预期之中 但他提醒 未来可能还会发生 李氏八级的强震 促请民众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 现阶段还无法推断时间点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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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